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包括梅拉尼亚 比如 多次被媒体关注的肢体语言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1月30日报道 梅拉尼亚在2017年初的三个月间 单时在飞行商的花销 就高达67.6万美元 一美元 约合6.5元人民币 这些飞行任务是由空军执行的 费用大约是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一年私人旅行费用的两倍 除此之外 梅拉尼亚在特朗普大厦的安保开销 每天都在12.7万美元 到14.6万美元之间 特朗普大厦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记录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 在搬去白宫之前 和儿子住在纽约市的三个月 期间总共搭乘空军飞机 21次 总费用67.6万美元 后来梅拉尼亚决定继续住在纽约的特朗普大厦 以便照顾儿子知道他完成五年级的学业 2017年6月 梅拉尼亚才住到华盛顿特区 而此前他已经超过四个月 没有和特朗普住在一起了 尽管这份记录制涵盖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仍能看出梅拉尼亚花了不少钱 并且仍然在纽约 华盛顿特区 和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之间飞来飞去 在佛罗里达州 他会飞到特朗普的马拉拉哥俱乐部度假 据了解 梅拉尼亚本人在1月至4月之间 只乘坐了21次航班 但是为了运送机组人员来往他的登机目的地 空军还执行了另外27次飞行 资料图片 特朗普夫妇乘坐空军一号抵达松驴潭国际机场 盖地图像梅拉尼亚乘坐的空军飞机 是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 每次他们把第一夫人送到东海岸后 都不得不放空再飞回来 华尔街日报报道 这些航班的安排 据说都是恰当的 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 平均每年花费35万美元 然而这仅仅是梅拉尼亚 在2017年头三个月里花销的一半 米歇尔 What 除了飞行之外 梅拉尼亚和儿子住在特朗普大厦期间 安保费用每天都在12.7万美元 到14.6万美元之间 美国特勤局还要求额外拨付6000万美元来保护总统的家人 美国第一家庭庞大的安保费用 令美国特勤局不堪重负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特勤局局长阿勒斯 在一份声明中说 2017年 大约1100名特勤局员工加班工作 但薰资只出捉襟见肘 据悉 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 特勤局需要夜以继日的保护42个人 包括18名特朗普家人 几十年来 美国总统及其家人都受到全天后的保护 保护费用也没有限制 每一任总统的生活方式都不同 特勤局人员的保护任务 也面临不同的挑战 小布什总统曾前往他在德克萨斯的偏远农场 奥巴马定期会去马沙普套原岛和他的家乡夏威夷州 据估计 八年内 奥巴马的旅行费用近9700万美元 华盛顿邮报指出 特朗普在其他多个领域削减开支 若在自己的保护费用上提高成本 将是一件尴尬的事